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约为11年 今年将是太阳黑子最为活跃的一年 在所有因为太阳黑子而引起的现象中 极光因为其超然独特的美而为人们所熟知 那么近日的韩国KBS电视台就拍摄到了 今年最为壮观的极光现象 在沉醉于极光之美的同时 专家也提醒 活跃的黑子活动将可能会导致通讯故障等问题 画面中的极光现场拍摄于本月5号 地点是加南大的黄刀镇 太阳下山后夜幕刚刚降临 天空中出现了一片豆绿色的光线 紧接着白色黄色更多的色彩加入进来 上演了一场绚丽的极光秀 并瞬间覆盖了整个夜空 极光是由于太阳黑子爆炸后 产生的高能粒子进入地球大气层而产生的现象 如此壮观的极光现象 虽然令人叹为观止 但同时也是强大的太阳风暴的预兆 KPS电视台报道称 本月16号发生的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太阳黑子爆炸现象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出了今年第一次太阳风暴的警报 当地球磁场因太阳黑子的活动严重受扰时 人工卫星与来自太阳的粒子发生碰撞 可能脱离轨道或发生损坏 用于全球定位系统 GPS通讯的地球电离层发生扰动 也可能导致通讯障碍 科学家预测太阳黑子的活动今后将会更为活跃 并于今年5月左右达到峰值